隧道傳出巨響 現場凌亂不堪 無輛車撞成一團 車殼碎片噴滿地 禁銷貨報趕抵現場 緊急協助傷者脫困 一名男子坐在旁邊仍然驚魂未定 他是其中一名貨車駕駛 簡單包大之後就送往醫院 但這起事故 傷勢最嚴重的 是一輛轎車內的無女檔 因為左下都有車 左下都有車 然後後面 只有車子是最重的 我就被推到車子裡來 下午一點半 國道三號 北上二九三點六公里處 嘉義藍潭隧道裡面 發生五車連撞車禍 警方初步釐清 現場有三輛大型車與兩輛小轎車 大車分別又是大貨車 小貨車 以及一輛垃圾車 疑似追撞過程當中 一輛小轎車被夾擊 車上一對母女檔都受傷 五十五歲母親沒了生命跡象 二十五歲女兒又嚴腫脹 這個送家機 因為他剛才跟那個是 回到了現場工作人員急忙清掃碎片 原檢也立刻拍照搜證 只是這一狀也一度釀成毀堵 事隔一個多小時才恢復通車 那總共傷者有五名 那其中最嚴重的一個白色小客車裡面 有一人現場已經歐卡 那還有兩名說傷勢嚴重送醫 是沒有保持安全車距還是有其他原因 解放後續還要釐清肇事責任 只是被夾擊的轎車裡面 五十五歲母親與死生搏鬥之後 仍宣告不治 這一場車禍如今撞碎一個家 TVBS的基金和理解加一閃不動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